海外华人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9月23日 海外华人直播播报一则新闻,孟晚舟穿紫色衣裙离开温哥华豪宅前往法庭 祖图,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海外华人直播的立场 9月23日上午9点20分左右,中国华为集团公司创始人任正非之长女 华为副董事长兼财务总监孟晚舟,离开她在温哥华的豪宅 前往法庭接受聆讯,连日大雨的温哥华秋意已凉 新早依然大雨未停,等候在孟晚舟家门前的一众摄影记者们都身着夹克甚至皮衣 不过,孟晚舟出门时只身着紫色短袖连衣裙 看上去比5月份出庭销售了不少 孟晚舟在去年12月1日,在温哥华机场转机时,被加拿大执法部门抓捕 加拿大当局应美国政府的请求,依据加,美两国的引渡条例而抓捕孟 美国方面指控华为财务总监孟晚舟涉嫌欺诈在美国营业的数家国际金融机构等四项控罪 并于今年1月底正式向加拿大提出引渡孟晚舟的要求 加拿大司法部长批准进入引渡程序 中共政权对加拿大抓捕孟晚舟立即报复 随即抓捕了在中国大陆的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和商人斯派沃等人 令重判两名涉嫌贩毒的加拿大人死刑 新年又在经济上遇打击加拿大 暂停进口加拿大油菜籽、猪肉等 2019年9月23日上午一早 孟晚舟离开家门前往卑诗最高法庭出庭聆讯 黄玉莎在5月8日那次出庭 孟晚舟的律师代表她申请 出于安全原因要搬迁到她丈夫在温哥华的另一处豪宅 获得法官许可 之后不久 孟晚舟便搬入新装修的这个位于温哥华昂贵西区沙内西区的豪宅 位于马修斯街1603号 这栋新装修的豪宅有房道 周围有大树 外围有围栏 比之前位于28街价值数百万家园的豪宅更安全 新豪宅划分有私人空间和公众空间 室内的人和保安人员可以远离媒体和公众 根据温哥华本地地产网信息 孟晚舟的这栋新豪宅占地超过两平方英尺 房屋面积达8170平方英尺 共有7个卧室和8套卫生间 这栋房去年政府估价为1329.4万家园 2019年9月23日上午一早 孟晚舟离开家门前往卑诗最高法庭出庭聆讯 王玉莎 孟晚舟已搬入在温哥华的另一处豪宅 外围还没装修完 王玉莎海外华人直播的固定播出时间早上7点 晚上7点半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若您喜欢我们本期视频的节目 拜托你订阅点赞转发或者打赏 您的支持行动和订阅是我们制作出下一期节目的动力 文章来源 播其地媒思于2019年9月23日 本节目由美国加州澳克兰市 应计时驾赞助播出 订阅电话510-465-1888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电话510-465-1888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电话510-465-1888